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两位嘉宾主持 一个是Catherine 一个是谢震秀 他们两个都是新西兰注册的营养师 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他们 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晚上好 晚上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叫Catherine 那么是新西兰的注册营养师 已经就是做营养师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那么目前呢是在Middlemore医院做临床营养师 大家好 我叫谢 我从事营养工作已经有八年了 目前在从事临床营养的科研工作 非常感谢两位营养师这么忙的时间 还能给我们录T-Shoe Show 那好的 那今天晚上我们想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 是关于0到2岁宝宝的一些营养知识 那么首先就是是0到6个月 我们都知道0到6个月的宝宝一般都是依靠母乳 那么我们也请秀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母乳喂养 宝宝们注意的一些事项 好的 那就是母乳喂养实在有太多的优点了 第一个就是说宝宝在6个月之前呢 就是母亲的母乳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的需求 另外呢就是母乳它比较容易消化 天然就是清洁 无菌的 然后如果你就是一直坚持母乳喂养呢 对母亲和宝宝长期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 那么就给你几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说可以降低宝宝就是感染的几率了 然后对长期来说也可以减少宝宝得糖尿病的几率 然后还有就是 然后对于母亲来说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产后力气 就是说给宝宝母乳喂养的话 那么就可以减少你产后出血的那个几率 在长远来说可以减少你在停经前 母乳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率 所以就是说就是有特别的优点 那真的非常好 不仅是对宝宝来说这是免费的 而且是随时宝宝想要 你就可以给的这么一种食物 另外对母亲也是非常好 减少这个各种癌症的这个 尤其是我知道乳腺癌 减少乳腺癌的这个增加的风险 而且另外对于母亲的身材的恢复 他们说也是有很多好处 对对对对 刚才忘了提到这一点 另外就是当然就是有些母亲 他有可能有些特殊的原因 他就说他的母乳不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些配方来 就是根据你的医生 助产师来推荐了 当然就是说奶粉跟母乳比较的话 就是说除了可以满足营养以外 就没有母乳的其他一些优点 我在有一次的讲座当中 就是那个产前课 吴晓文助产师也给我们就是列出来了 左边是所有的母乳所含的营养 右边是配方奶粉所含的营养 那么左边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列表比右边要多出三分之二的那么长 就是说就可以可见就是这个母乳里面含的这个营养成分 确实是比配方奶粉多得多 对 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正在 刚刚有了小宝宝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母乳喂养是最好的宝宝食品 对 那么另外就是说从六个月左右开始就是说 宝宝体内就是如果是您是喂配方奶粉和母乳喂养 不管你是选哪一样喂 或者是你两个就是母乳喂养和配方奶粉一起喂 都不需要添加别的成分在食物再给宝宝了是吗 对在六个月之前就是说它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的需求 OK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电视机前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 如果是六个月我们给宝宝添加腐蚀 那么有一些食物的例子可以给宝宝介绍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视屏幕上 我们放了一张关于一些食物的这个给宝宝的一些食物例子 那么也请你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 都有些什么样的腐蚀我们可以给宝宝 就是像方方介绍的 我们通常是推荐从六个月左右开始 宝宝可以开始尝试一些这个固体食物 或者我们称之为腐蚀 那么主要的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在六个月左右的时候 这个宝宝对这个营养素的需要也会有所增加 比如说像对铁的需要也会有比较这个明显的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粉 他们已经不足以提供像这个铁质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营养元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增加一些腐蚀 但是在这个阶段呢 母乳啊或者是这个 呃 饮用这个配方奶粉的这个宝宝呢 那么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粉还是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来源 好的 嗯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宝宝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 也已经可以 嗯 嗯 进食一些这个固体食物 比如说宝宝已经可以抬头了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安全性方面来讲呢 就是他们这个身体的发育已经可以比较适合开始进食一些这个固体食物 同时呢 他也已经会张开他的嘴巴了 嗯 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宝宝会 嗯 在你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好奇 嗯 就是想用手去抓 或者是把头伸过来 已经就是表示出他们对这个食物产生了兴趣 嗯 而且呢 当然他的这个咀嚼和这个吞咽的肌肉的发育呢 在这个阶段也已经可以来进食一些固体食物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卫生部是推荐在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这个加入一些腐蚀 嗯 那么刚刚你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一些食物方面的一些例子 嗯 那么通常呢 我们会这个推荐 比如说你从这个超市可以买到的 它是另外额外增加了钙质的这个婴儿米粉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的 另外呢 像我们华人比较喜欢吃粥啊 嗯 就是稍微稀一点的 然后把它这个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的 很烂的这种粥 还有像这个蔬菜泥啊 或者是水果泥啊 还有一些肉泥 比如说像鸡肉啊 猪肉啊 或者是牛肉啊 羊肉啊 或者是这个豆类蛋白 嗯 这个时候都可以慢慢的就是 嗯 让宝宝尝试一些 好 但是在这个六个月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万事开头难 嗯 那么对宝宝来讲也是一样的 在他刚刚开始这个接触这个新的食物呢 通常我们是说呢 呃 一次呢 就尝试一种新的食物 嗯 而且从这个量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通常我们就是说 开始呢 只是半个茶食 就是这个量是比较少的 那么给宝宝一个时间来慢慢适应这个新的这个口味 那么再可以慢慢的逐渐增加到 每次大概三到四个茶食的样子 嗯 同时对于这个新的食物呢 通常我们是建议每这个两到四天 尝试一种这个新的食物 嗯 给宝宝一个这个时间 让他慢慢来适应这个不同的这个口味 当然大家可能会讲到 有时候给他试了某一种食物 但是他不喜欢 就可能也会有这种体验 对啊 然后你就想放弃是不是 哎呀 算了他拜吃就给别的 对 可能宝宝天生就不喜欢吃这种食物 那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嗯 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建议呢 就是隔几天 然后我们再去尝试 那其实对于宝宝来讲 很多这个新的食物 他不是一下子都能够接受的 他需要多一点的机会 给他多一点的机会来这个尝试这个新的食物 通常我们说说有时候会要试到十次或者这个十五次 然后宝宝才会接受某一种食物 坚持不懈啊 就没有耐心啊 就养成宝宝长大偏食的习惯说这个也不是那个 而且很多时候发现孩子长大了以后 像比如说我儿子就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菜 我女儿呢就不喜欢吃牛肉和羊肉 只吃猪肉和鸡 我发现这可能就是 我应该早做这个TV show 就养成不挑食的这个好方法啊 另外有一点就是想提醒这个观众朋友的 就是华人可能会觉得 哦 比如说吃这个肉泥 很淡的 一点味道没有 是不是应该我们加点盐呢 还有或者是加点酱油 给这个宝宝 这样会好吃一点 会香一点 但其实对于这个六个月左右的这个小宝宝来说 我们是不建议添加任何的这个调味品 像这个糖啊 盐啊 酱油啊 味精啊 这一类的调味品我们都不是建议 都不建议添加 那这样子宝宝其实他是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这个清淡的食物 所以就是请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 在给你的小宝宝准备食物的时候 不要加盐 不要加糖哦 那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营养师 因为刚好有个朋友 他的孩子是八个多月啊 他六个多月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说 孩子的这个外婆 说给孩子加一些肉松在这个粥里 你觉得这个肉松能加在粥里吗 如果是六个月的话 我是觉得像肉松 你肯定是从超市商店里面买的 那么在这个肉松的这个制作过程 他可能会加很多的这个调味品 而且可能也会加一些这个食品添加剂 那么就是我的建议呢 可能就是说如果也要给宝宝增加一些蛋白质啊 铁质啊 可能是比较好的 就是还是自己在家做一些这种肉泥啊 或者是从超市里买的这个 适合宝宝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婴儿食品 就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中心讲的很对 另外一点我觉得 我们我自己有吃过肉松了 就是比较粗糙了 而且好像不是那么细腻 所以对六个月左右的小宝宝也是不大适合的 OK 那另外就是说他当时也问我有问题 他说六个月来开始吃腐食了 是不是我就只让他吃腐食 我就不用怎么喂奶了 我当时就是说可能应该还是先喂奶 然后再给他腐食 看来我还是学到一些东西 跟营养师的接触当中 所以你自己也挺有经验的 就是啊 所以就是在六个月一定要注意 还是要先喂这个宝宝母乳 或者是配方奶粉 因为在这个阶段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母乳和这个配方奶粉 还是他们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来源 好的非常好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讲了零到六个月啊 之后我们讲七到八个月的 那么七到八个月 秀先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七到八个月宝宝的一些特点 好的那么就是 一般到七到八个月的时候 你的宝宝就会注意到 他可以做起来了 而且就像他对你坐上吃的时候 也开始感兴趣了 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流口水啊 想来抓之类的是不是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们已经长了一些牙齿 其实如果他们没有长牙齿的话 他们那个牙龄也非常的坚硬 可以开始取节食物 所以这时候他宝宝就告诉你 已经妈妈我已经 可以开始尝试很多食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给大家举一些那些食物的例子 其实也是延续刚才宗贤讲的 在六个月那些什么肉里啊 华人吃很多豆制品 就可以给宝宝吃一些豆腐之类的 那么菜之类的呢 也是要煮熟了弄呢 有时候大家注意到那个菜梗 这个时候对宝宝来说还是比较硬 就希望你要把菜梗给弄掉 然后其他就说 我们有时候吃一些什么包子 馒头这些 这个时候呢 你也是可以给你宝宝尝试一些一点点了 当然就是说住的过程当中 中心有强调过 不要放那些调味料 然后当然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跟六个月比的话 食物就不要做得太细软 因为你想鼓励你宝宝这个咀嚼功能 还有它这个语言发育能力 好 原来就是说 喂腐蚀在跟它咀嚼的同时 还能够增强宝宝的这个语言发育能力 对对对 可以锻炼它的肌肉 OK 那现在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来继续关注我们 华师傅电视版云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